1970年台湾进入三冠王时代 优秀的棒球精英也开始成为美国职棒挖掘的对象 但是谭新鸣、高英杰因为制度待遇问题挑战失利的经验 让台湾选手对美国职棒却步 直到本土职棒萌芽后的1999、2000年间 陈金峰、郭洪志、曹景辉和王建明四人 陆续加盟美国职棒重启了叩冠之路 2002年9月 陈金峰成为台湾第一位登上大联盟的打击手 接着曹景辉、王建明和郭洪志 也陆续站上大联盟的投手秋 但是荣耀之外 现实的考验让多位球员在大小联盟间 载浮载沉 甚至打到回腹 此外激烈竞争下遭遇的运动伤害 几乎人人要开刀养伤 向郭洪志至少在美国动过四次手术 继续第二个单元 来看台湾选手第二阶段的后关 中文字幕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关 1999年1月5日 21岁刚从陆光棒球队退伍的陈金峰 以68万美金的身价 正式与美国职棒盗集队签约 这是继1974年的谭姓名之后 相隔25年 终于再有台湾球员挑战美国职棒 我就是最主要收到的看到了 野猫英雄跟不战号这些亚洲选手 虽然不是台湾的选手 但是日本韩国几乎是同样体型 同样文化背景的选手 他们在美国成功的例子 让他们感觉到说 原来其实美国职棒没有那么遥远 然而陈金峰加盟到齐队 却也引发纷争 因为早在服役期间 他就与国内的纳鲁湾职棒公司 签过合约 纳鲁湾虽然决定成全陈金峰赴美 但也批评到齐的抢人动作 像是跨国的海盗行为 而一心赴美的陈金峰 则抛下纷争 在签约两天后的夜里 悄悄离开台湾 争议中抢得陈金峰 到齐队继续网罗人才的行动 接着他们锁定台南市 南英商工的郭洪志 当时才18岁的郭洪志 不但拥有左头优势 而且球速可以高达152公里 小时候国小国中都有在看美国职棒 那时候稍微都会注意 只是那时候没有 因为小时候就是出国 就是打棒球是为出国嘛 因为什么中华队啊 小朋友可以出国去玩啊 所以也没有说真的有想到 要到美国当做职业的棒球来打 只是刚好就有机会 有这个机会就刚好出国这样 1999年7月12日 稻齐队宣布 以美金125万的高价 签下新人郭洪志 不过这场记者会 同样在喜悦中夹杂着争议 因为郭洪志原本必须代表 国家队出征世界杯青棒赛 与稻齐签约后 近次从左训中心 离开中华队不再参与北训 导致棒鞋宣告将他从国家队除名 还处以永不录用的禁令 那时候蛮沮丧的啦 就因为没有办法再打中华队嘛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 要把你从中华队拥球除名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都想说 那既然没有办法打中华队 就是自己到国外发展 就要跟人生练球这样子 优秀球员留不留台湾引发纷针 但对美国职办而言 克服选手的台湾兵役问题 更是当务 而想出的解套办法 首先适用的是 年纪只比郭洪志大一个月 球速高达155公里的曹景辉 曹景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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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景辉贴着郭洪志之后 在1999年10月10日 与洛基队签约 加盟签约金高达220万美金 是旅美球员的最高纪录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种求学的方式 或者用交换学生的方式 就是后来曹景辉跟 这个王建明的这种模式 都可以到美国去打球以后 他们觉得说这是一种通路 开始就可以避免掉 这个服役的一个问题 原来18岁的曹景辉 透过经纪公司纳鲁湾协助 与洛基队研究 安排曹景辉就读北科罗拉多大学 以出国留学的名义 暂时延缓兵役 曹景辉的模式可行 接着2000年6月5月 20岁就读台北体育学院的王建明 更首创以交换学生的名义 赴美加入养基队 加盟金201万美金 从此台湾球员循着曹景辉和王建明的模式 开始挑战世界一级放台 可以一起办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梦 既然有人体化了这个梦 仅后面的人都会想去追随一个梦 这个我想是大家都想 因为走出去的世界里头 毕竟跟台湾还是不一样 而且又是顶尖的一个地方 那个环境就是你不能让你想 你就是每天看这么多人 这么多妖魔鬼怪比你还强 你一定要比他更好 解决出国的问题 拿到高额签约金 向世界一流战区扣关 千禧年前后赴美的这四位 都是台湾一流精英 但是要登上甚至站稳大联盟 他们所历经的考验 所付出的辛劳 远超原先的预期 比那边真的比较辛苦 因为做巴塞有可能要做十几二十个小时 去比赛 然后一个月才休息一天 那你能做 你既然选择这条路就习惯他 就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每天认真的练 1999年 陈金峰在小联盟1A 打完第一个球技 展现出色的全A打 和道磊能力 因而荣获当年最有价值球员 以及最佳新人 两项大角 2000年立刻晋升到2A 并且被评为 到齐十大潜力新秀的第一名 2002年 陈金峰从3A出发 距离大联盟只差临门一角 9月9号 到齐扩充40人一军名单 积附潜力的陈金峰 终于登上大联盟 从第一位尝试扣关的谭姓明 到陈金峰 第一位成功登上大联盟 台湾球员在这条路整整走了29年 成为第一位登上大联盟的台湾球员 到齐特地为陈金峰举办盛大的记者会 陈金峰的父母被请到现场 当时染着一头金发 仍在小联盟磨练的郭洪志 也来分享这个荣耀 我从来不会想到我今天会站在这里 我今天要感谢父母亲 还帮助对所有的 帮助过我的人 但是在世界顶尖竞争激烈的大联盟 出头不硬 陈金峰在2002年出登大联盟后 后续成绩并不理想 多数时间还是待在3A 直到三年后的2005年7月 他才集出大联盟生涯的第一支安打 在大联盟没有不失败的选择 一定有失败的选择 一定会常受到 接受到失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考验 陈金峰发展的不顺利 跟在他后面赴美的郭洪志 曹景辉和王建民 台湾三大投手 也全都在不久后爆发严重的运动伤害 王建民在打完第一年低阶1A的球技 隔年2001年 就因为奸伤手术而整季报销 几乎在同时 曹景辉也动了手肘韧带重建手术 郭洪志更是一到美国就立刻受伤 你在受伤期间你有过这种 可能会被释出的这种压力 有啊 每次受伤 那几乎都是棒球选手 就所有的运动伤手是这样的 你开完刀 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回来嘛 那当然这中间当然会有球队 他们自己考量的因素 那我们能做 只是把自己再调整到自己最好的状况 那你要挑战更高的话 就比人家多吃苦 挫败的机会可能越大 受伤的机会可能越多 因为强度不一样 但是你都准备好了嘛 那结果的话就不要去想 准备好之后不要想结果 那结果不管好不好你都要承担 这是你的棒球路 这是你选择的路 不服输的个性 让郭鸿志的左手附和到了极限 2000年4月10日在小联盟的第一场比赛 面对10名打者标出743震 最快球速高达157公里 虽然既精四座 但却当场头断韧带 心情和前途也都在当晚从云端跌入湖底 他不是说要开刀 开刀就开刀 其实什么都不懂嘛 那个我想法比较单纯 反正受伤他就说你一定要开刀 他才能再投球那就开刀